首先来聚焦正在海南海口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近几年低碳环保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正悄然升温 绿色消费开始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今年的消博会上 主打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也成为了一大亮点 我们眼前的这套设备是一个无限的多功能的清洗机 它的主要应用场景主要是用于野外露营 包括清洗自行车还有家庭清洗 那么旁边六种不同的配件可以改变水的喷力 让我们从清洗自行车 变到可以给这种婴幼儿的洗手 那么整个这个设备也是非常的便捷 它的一个整体的打开高度是40厘米 但是折叠之后只有10厘米 这款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清洗机 是这家参展商在今年消博会上带来的 两款全球首发新品之一 参展商介绍 两款新品的共同点就是绿色环保 我们不需要用清洁剂 也不需要更多的添加物 其实你用水就能做深度清洁 同时所采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可降解 可回收的 而在汽车展区 新能源汽车也是备受关注的热点 参展商介绍 他们企业目前在中国已经推出了21款新能源车型 其中的纯电车型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预计我们大概在2025年 我们在全球所售新车的一半 50%以上都将是纯电动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型 然后这个数字将在2030年达到80%以上 展会上记者发现 新能源汽车也正在拓展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台纯电动移动售卖车搭载了节能商储设备 在实现车辆自身最大限度节能的同时 还能满足冷藏冷冻热食等需求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液态的创新 去满足不同的这些变化的需求 同时又能达到这种 从宏观的角度上的这种低碳和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下车达到最后